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分享一个面粉的新吃法 层次飞明,金黄酥脆,每一口都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 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里用到的是中筋面粉 500克的面粉加5克酵母粉 用300毫升的温水,像把酵母化开 再把所有的面粉搅拌成面絮状 然后下手把面絮揉成面团 揉好的面团不需要醒发,直接放在案板上再整理一下 揉至光滑细腻,然后搓成长条 接下来的一步要擀面,所以要撒上一些干面粉防粘 把长条稍稍按扁,然后擀成长方形的薄片 面片的厚度要尽量擀在薄厚均匀 在上面倒上一些油,把四个边依次向内对折滑动一下 这样油就会均匀的涂抹在面片上 这个是盐,均匀的撒在上面 接下来从一边把它对折起来 再切成均匀的长条,长条的宽度大约在10厘米左右 取一根筷子在每一个长条的中间压一下 压的力度不要太大,以免压断 把长条转两圈,做成蝴蝶结的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是不是非常的好看 拧好之后把它放在案板上,中间要留有空隙 因为等一会儿体积会变大,避免站在一起 盖上一块湿布,醒发10分钟 醒发好之后,蝴蝶结会变大,变轻 拿起来轻飘飘就可以 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筷子的周围有小气泡密集的时候 把蝴蝶结放入锅中 一次也不要放的太多 因为蝴蝶结在杂质的扩整中,体积还会变大 杂质的过程中要尽量多翻动几次 这样能够使其受热均匀更蓬松 颜色也会更均匀,好看 这里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油温不能够过高也不能够过低 控制在五成热左右均为合适 刚学做饭的小伙伴 可能还不知道五成热的油温是怎么样的 你只要把家里的人气罩的档位放在中档上就可以 把蝴蝶结的每一面都炸至金黄 控一下油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想在早上吃 你只要早起20分钟就可以做好一顿饭 真的是简单快速又方便 它的口感呢有点像麻花 也有点像油条 表皮是非常的酥脆 每一口都非常的香 橙汁也是非常的分明 看到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的时候可以一节一节的拿下来 小孩子最喜欢这样的面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吃别的面食做法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下期视频可能就分享它的做法咯